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旭军在两个方向,实现了战略性突破。 首先是在西南部德拉、库奈特拉和苏维达的战斗。 除了在苏维达东部与IS的战斗出现较大一点的损失外,旭军在德拉东北部战场的表现可以用崔库拉叫来形容。 为了配合旭军的地面行动,俄罗斯空军28日到天,对护奈特拉东部和德拉斯东南部的HTSFSC目标,实施了60多次空战。 旭军战机也参与了空袭,但也受到外部干扫。 旭军老虎时地面部队则动有重型火炮、冰雹和克兰火箭炮,以及喷火坦克实施火力覆盖。 这正是让没打过大战的南方系自由军被炸猛圈了。 俄空军部分作战力量,撤离叙利亚克梅米姆空军基地。 分析指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德拉东部包围圈,极有可能在两天内消除。 因为有今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西军收复52旅基地和重镇西拉克之后, 该地区的武装已经向西军提出有条件投降的探怕请求。 除了俄许盟军展示出的强大军质押例外,靠山的倒塌,或许是击块FPS和FPS自由军, 完靠信心的最重要结束。 老美已经公开向这些正在与实力亚政府军作战的西南部各派女装表态, 不会向他们提供军师保护行动,而约旦陆军近日也突然封锁了与俄署边境。 约旦官方26据保护消息称,绝对不允许因续利亚西南战事形成的那年进入该国。 很显然HPS和FPS已经陷入没有支援,没有退路的距禁。 区军第二大胜利是在霍姆斯圣东部,是戴尔组尔的沙漠地带。 马斯戴尔新闻报道称,区军几乎是在宇宙夜间, 就确认收缩了上述面积,砸5800平方公里的IF控制区。 韩旧该地区的IF残忍武装几乎被彻底消灭。 有观察加本系称,至此许利亚境内的局势已经明朗。 在未来两周的德拉之战结束后, 许利亚今后应该再无大战了。 俄罗斯总统土一28日在克里姆林宫, 会计经消避夜深时指出, 过去几天内,俄巴共从许利亚撤出13架战斗机, 14架直升机,以及1140名军人。 俄海军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结束了为期107天的地中海之前任务, 28日返回黑海舰队母港, 实际上,俄国防部23日就向卫星通宣社透露, 已经有11架俄军战机和直升机, 从许利亚返回俄罗斯境内的固定驻地。 这样算来,俄军在许利亚的陆空族军, 几乎撤走过吧。 撤军力度与2017年4月中旬相当, 另有确切消息显示, 一在许利亚执行为107天任务的俄海军护卫舰, 被发现,正在穿越土耳其海峡返回黑海舰队驻地。 俄罗斯突然宣布, 从许利亚撤离海陆空诸军, 以发美欧媒体关注, 尤其是随后爆出的, 将在7月16日进行的双普会消息。 霍姆斯省东部沙漠IS控制区已经被彻底消除, 军事专家称, 俄罗斯再次从许利亚撤离军事力量, 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 是政府军基本锁定胜局, 当前的战局已经不需要俄军再投入那么多力量, 而是为即将到来的双普会做铺垫。 此次双普会, 美国不向俄邦提出, 从许利亚撤军的方式和条件, 而把伊朗真是势力, 从许利亚抬除极有可能是老美的先决定条件。 目前许利亚西南部德拉战场, 以无伊朗和GX党以光参与作战, 而霍姆斯沙漠IS的神奇覆灭, 应该被看作是许利亚释放转向信号, 暗示吗? 有伊朗, 该走了。 而俄军很可能正在给他做表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订阅本频道和GX党以获取更多相关资讯。